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是学霸中的学渣 我上的学校也是挺好的 但是我在我们高中里有成绩特别差的那种 就调皮的男孩那种类型 我一直学习都是中不溜的那种 也是会拿A比但是也有C 我觉得他们是那种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就是在互相的身上看到了就是另一面 就是这样子才会吸引 就是他身上有我没有的 我身上有他没有的 补充一点吧 就是他们本身本质都是好的人 只是他们在对待学习跟对待他们自己 这个他们自己所处的阶段的看法有不一样 所以当他们两个我觉得本质是好的人 互相走在一起发现自己的生活习惯 学习习惯有那么多不同 但是慢慢去了解对方之后发现 原来对方都是一个心那么善良 或者说做什么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理解的人 然后他们就慢慢慢慢吸引到对方了 我觉得 他们两个发糖一直在就是没有间断过 对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他们两个相处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像很多偶像剧里面那么甜 就是说什么摸头杀呀什么撩啊 其实生活 对他很生活 那你觉得最好的爱情是怎样的 然后像这个剧里面说的百岁之后 这种约定从少年时期到一百岁的这种感情是可能的吗 可能啊 我觉得这个剧里面 我觉得蒋正涵和夏灵溪就是 我觉得是很模范的爱情 对因为他们 从相识相遇 再到最后步入婚姻的殿堂 然后我觉得一切都很美好 对然后我也希望相信这样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的 对 我觉得我特别憧憬这个 这个这样的感情 因为我姥姥姥姥其实就是他们是初中同学到现在还在一起 虽然就是两个人三人多岁才结婚吧 也是因为当时班里人都结婚了 他俩配上对了 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你磨合了这么多年之后就觉得很美好 就是他们两个的感情到最后都是一种亲情了 就觉得这世界上有另一个人跟你有这么深的牵绊 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我其实一直都蛮想了解的 他们两个嘴太严了 就不好意思跟我讲 其实就是希望告诉大家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很纯粹的感情 然后年轻人也有有时间有资本去体验爱享受爱 希望能看到这部剧的大家也能拥有一段这样的感情 对 想好了 想好了 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虽然说是在谈恋爱 但是他们两个都是互相成长的 就是他们并没有说我无脑谈恋爱 他们是有自己的目标 对自己人生有规划 然后呢就是在两个人同时变好的前提下去进行这段感情的 在年轻人对自己的颜值量有这样的规划 怎么样的规划 怎么样的规划 我其实就是想要就是慢慢的就一步一步的来 就是拍好每一部作品 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 然后慢慢的成为更好的自己 同上 好 然后我叫你们之前也都拍过故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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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什么不一样啊 其实差不了太多 就是可能分阶段 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我比较容易忽胖忽瘦 对对对 然后就是 我其实个人还是觉得拍现代戏吧 就比较喜欢拍现代戏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拍戏的过程中不会那么的辛苦 而且因为现代戏我觉得会比较贴近我的生活吧 然后会比较容易去拿捏 然后古装剧相对来说拍摄的难度也会更大 然后可能去沉浸在角色脱离角色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对但是我觉得古装现在他们两个不同的体材都有他们不同的难度吧 我觉得都要去适应 对 嗯 我其实也是跟万宇他的想法差不多 因为 同上 对同上 对就是现代戏它是比较贴近于生活的 就是更好去把握就是比如说这个人 而且身边发生的事物其实都是可以在生活中借鉴的 然后古装剧的话其实因为那个年代和时代也不同 就会很多东西是需要自己去塑造的自己去想象的 然后 嗯 对 嗯 然后安妮我知道你之前是一个留着长发的 你还请 看 就其实就是因为拍一部古装剧需要我们光头 对所以就 其实还挺心痛的 对因为我还是挺喜欢我的长发的 就喜欢我的头发 就我觉得能不能留长头看缘分 好结束了 谢谢 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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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